12生肖小孩 2020年的性格大解析 爸妈应该要怎么样教养呢 今年要来讲整年度的教养重点 你的小朋友呢 过完年了以后又长了一岁啰 先跟大家讲恭喜恭喜 今年是大年初六对不对 我觉得今年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像明天低温特报 然后呢好像会到五六度 然后呢过年又有一大堆的细菌跟病毒 但是我觉得教养这件事情呢 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学会 至少有一件事情越来越轻松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集呢 因为在过年之前的时候 12生肖小孩的那个 我做的那个图卡啊 鼠年教养农名利啊 很多很多人来索取 可是很多爸妈还不知道 我做了这一个东西 所以呢我今天要延伸在过年之前 我告诉大家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这么多的小朋友呢 未来过了这一个 这一个猪年了以后 今年来到鼠年 他们的教养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先知道怎么教 还有知道他们的个性 还有发展 过了一年的以后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那我觉得才会再更好教 所以虽然有很多很多 严峻的挑战 但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在这边学教养的话 就越来越轻松 这样好不好 那就像我引言上面写的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今年开始 对龙宝宝意见越来越多 有没有龙宝宝的爸爸妈妈在现场的呢 然后呢 马宝宝呢 属马的孩子呢 越来越固执 然后还有 猴宝宝的家长有没有 猴宝宝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多毛 然后 然后就是 一点点小事的话 就有很多很多的情绪 然后呢 还有鸡 属鸡的 的孩子 你有没有发现 属鸡的 开始越来越讲不听 讲不听 然后还有属羊的小孩呢 会越来越皮 那我今天呢 就是在这一集的时候 已经1400位爸爸妈妈了 哈喽 新年好 都有看到你们哦 好 来 哈喽 Sherry 哈喽 她有跟导播说晚安 哈喽 导播也在 黄丽 凌妈妈 哈喽 晚安 好 陈婉玲 妈妈 谢谢你啦 头号粉丝 家二 一直在这边 一直在这边 很支持 好 然后呢 为你新年快乐 你们家的小朋友 你看 萧凌子妈妈 就马上讲说 属鸡的 讲不听 讲不听 是不是 我今天 属牛糊涂 龙蛇马羊 猴唧狗猪 我的顺序就这样子下来 好 那每一个 每一个生肖 每一个生肖 都都会讲 萧美如妈妈 也说 对 龙宝宝 意见开始很多 很多意见 Emma 新年快乐 哈喽 中小叔妈妈 头号粉丝 家一 好 新年快乐 你们小朋友 都是属什么的呢 多了一岁 要怎么教 脾气才会变好 然后呢 他的习惯才会变好 今年是一整年度 今天是一整年度 的整个大药 整个大缸 我要告诉你 属牛糊涂 龙蛇马羊 猴鸡狗猪 我的小朋友 他的教养 重点是什么 所以已经两千位爸爸妈妈咯 Sofia 哈喽 晚安 有看到你 萧美如 晚安 新年好 希望大家都平安 好不好 好 大家都很健康 记得勤洗手 然后戴口罩 戴口罩的时候 一定要戴好 如果你小朋友 鼻梁这边 你没有压一下的时候 然后他吹气都可以吹出来 你手放在这边 吹气吹出来的时候 那表示那就没有戴好 那就没有戴好 所以帮他压一下 然后要教育他 我在过年期间 我一直在讲说 教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教育就是防疫里面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认不认同呢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教他们 好 来 哇 你们过完新年了 以后也这么多人来 已经2300位爸爸妈妈了 好 哈喽 好 来 我们一个一个生肖 先开始讲 一个一个生肖开始讲 在开这一集之前 不好意思 我还真的参 我还真的看过很多很多的农民历 那我先写好了 我 你看一大堆密密麻麻的 好 就是今年 今年开始 这个鼠年 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教 我把12生肖全部都list下来以后 我再去看农民历 对照了以后发现 哎呦 还蛮 蛮准的 还蛮准的 跟我写的东西呢 不谋而合的很多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要开这一集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好 来 你家 你家是属什么呢 家里面有龙有凤 属凤是什么 我不太知道耶 好 有龙有凤 好 这是有男有女啊 有男有女的意思 男生跟女生 各是属什么的呢 好 今年 今年 今年是属年 好 属年呢 今年 呃 要安太岁的有两个 有两个生肖 好 有两个生肖 好 那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属老鼠的 一个就是属马的 好 一个就是属马的 那是不是这两个生肖呢 比较难搞呢 我未必 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 我心中 我心中 觉得今年呢 会比较让你比较难教的是哪一个生肖 是哪一个生肖的孩子 那你也不用紧张 今天整个听下来了以后 每一个生肖 你都还可以再回去看回放 我要赶快去我的YouTube去按订阅 然后开小铃铛 我会把这个鼠牛虎吐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全部的小孩应该要怎么样教 我会搬到YouTube上面去 让你可以去那边方便的搜寻 而且都是有字幕的哦 都是有字幕的哦 好来 那 有鸡啊 跟马很难教 鸡跟龙 马跟鸡 好来来来 第一个 太岁当头 属老鼠的孩子 今年要注意什么呢 好来哦 有没有属老鼠的 家里面有属老鼠的 比较大的孩子 12岁 13岁 好 属老鼠的孩子 在今年 爸妈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教育他们的过程中 要注意哦 听到重点就笔记下来 这是我们过去的习惯哦 好 爸妈今年要先记得 先请听他的意见 再给他建议 这一句话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倒过来了以后 属老鼠的孩子就不理你了哦 先请听意见 再给建议 已经是属老鼠的孩子 已经十二三岁了 如果你先给建议 才要去听他怎么说 那孩子可能就会不理你 再来 属老鼠的孩子 你在教育的时候 在今年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常常跟孩子讲一句话 如果你需要我 我就在你的身边 这句话也是有学问的 这个叫做跟属老鼠的孩子 有一点保持距离 然后以侧安全 我们在过去在教养青少年的那一集里面 我们常常在讲说 当孩子渐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 你就要跟他保持一点点距离 不要太over 不要太过度的关心 如果你过度的关心的话 反而是会把你跟属老鼠的孩子的距离 拉得很远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属老鼠的孩子今年需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呢 属老鼠的孩子今年需要改变的就是 你要带着他不要去当带刺的小孩 什么叫做带刺的小孩 就是属老鼠的孩子在过去的这一年 常常讲话带刺 行为带刺 然后呢 爸妈教他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急于反击 所以今年开始要开始改变的 就是请他听到一句话 不要急着要反击 想想看什么 想想看 跟你对话的是你的家人 跟你对话的是你的家人 好OK 来慢慢听下来 你就会觉得 如果你觉得有准的 那请给我们一点支持跟鼓励 那也要麻烦到YouTube上面 汪汪哲叫我们育儿宝典 去按订阅 打开小铃铛 只要有新影片进去的时候 你都可以得到通知 这是属老鼠的 再来 属牛的孩子 属牛的孩子在今年呢 爸妈在教养他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要鼓励他有想法 其实属牛的孩子 其实蛮有想法的 但是 但是 爸妈第一时间可能都还 还没有适应 他已经长大了 所以我们都会打击 他们的想法 千万不要 好 然后在今年的时候 你家如果有牛小孩的话 你要赞美他 变得成熟懂事 这句话一定要讲出来 因为他才会知道说 嗯 我好像 他才会开始连结 我做了什么事情以后 被人家夸奖我是 成熟懂事 他会开始连结 开始 因为你这一句话 而变得更成熟更懂事 所以 请你一定要把 你变得比较成熟懂事耶 这句话呢 把它讲出来 对你属牛的孩子这样子讲 然后 就是要提醒他去同理大人的辛苦 属牛的孩子 在去年的这一年 不太能理解大人的辛苦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一年的话 大人教育里面 就要去提醒他 要同理大人的辛苦 要改变过去的什么 莽撞跟冲动 改变过去的莽撞跟冲动 然后呢 还要改变一点点自以为是的习惯 因为现在孩子很聪明 现在孩子很多很聪明 然后呢 都有时候都很自以为是 所以今年属牛的孩子的课题 就是要改变自以为是的一个习惯 太冲动的个性要调 要调整一下 属牛的孩子就会很棒 好不好 好来 有没有中呢 再来 接下来是属老虎的孩子 属老虎的孩子 好来 2500多位爸爸妈妈咯 我要从属牛糊吐 龙蛇麻羊猴鸡狗猪 讲下来 还没轮到你的话 你要赶快进来 赶快进来等 好 那 在属老虎的孩子 属老虎的孩子 在过去的这一年 个性比较两极 什么叫做比较两极 就是 有的时候 他是很很很过度紧张的 有时候又很过度放松的 那 我觉得属老虎的孩子 比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面 父母要提醒他 凡事要先计划 然后呢遇到挫折的时候 不要太焦虑跟紧张 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呢 要提醒属老虎的孩子 静下心来想办法 静下心来想办法 然后要尊重属老虎 属老虎 老虎 要尊重属老虎孩子的主见 同时提醒他 有礼貌 好 那我刚才有讲了几个重点 就是这个生肖小孩 在这个年龄 在今年 老鼠的这一年的整个课题 所以 今年属老虎的孩子 今年要改变的就是 要训练他冷静 谋定而厚动 做人要有礼貌 这是属老虎的孩子的 这一整年的课题 好 OK 所以这是属老虎的哦 好 接下来 你家有没有兔宝宝呢 你家有没有兔宝宝 属兔的孩子 有没有 好 属兔的孩子 有没有 林瑞珍你说属毛 属猴的真的毛很多 等下看看有没有 好 dori hello 有看到你 好 徐静雯 你又附和猫 那个猴猫猫真的毛很多 好 黄于轩 hello 晚安 好 来 有人帮我写 胡宝宝 你家如果有胡宝宝的话 要训练他凡是要有计划 不要过度的紧张 好 好来再来哦好来王秉兴哈喽新年快乐你有跟导播说新年快乐 好谢谢你导播说谢谢你好来再来再来接下来你家有没有兔宝宝呢 属兔的孩子今年呢我们要提醒他守本分不要挑战团体的规范 在去年这一年属兔的孩子有时候想要搞怪然后想要去挑战一下团体的规范 那所以我在今年的时候要提醒他这一点要稍微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呢要给兔宝宝体力发泄的机会有动有劲的活动安排 有动有劲的活动安排然后提醒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专心专心这两个字对兔宝宝来讲也蛮重要的 那只要他能专心不逃避那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这接下来的这一年的时候 不管是课业人际或者是他跟人家的互动 那这个就是他今年的课题 所以兔宝宝今年呢要改变的就是他要变得更专心 然后呢而且在学业或者是课业上面或人际上面需要越来越专注 他这些事情呢就可以迎刃而解不会遇到太多的挫折好不好 这是兔宝宝 再来龙 龙小孩 来有没有属龙的龙宝贝来了 张蠢蠢你家是龙宝贝 好来 施丘鱼 马马 头号粉丝 龙姐 马蒂 好来 再来喔 还有红小卫 龙 马 宝贝 好来 那有妈妈问说蛇呢 还没讲还没讲 好来 有人说讲到马宝宝的吗 好马还没讲 马也还没讲 好来 那个 玉萱你说马兄基地 好来 我现在要讲的是属龙的孩子 来龙宝宝属龙的孩子 今年龙宝宝的教养重点是 父母要教他好好说 好龙宝宝已经渐渐的长大了 好 龙宝宝要教他好好说 龙宝宝是小一小二的年龄了 好 要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好好说 不要用生气的方式去对话 不要用生气的方式去对话 在去年一年龙宝宝很会顶嘴 唱反调的行为会特别多 可是在今年以后 就会开始成熟懂事 好那 但是 要他成熟懂事的时候 爸妈必须要做到一点就是三个字 三个字 你有听到的话你就写下来 有龙宝宝的爸妈妈在现场吗 好来 爸妈教他 爸妈要在教他的过程要忍处理 要忍处理 不要跟龙宝宝正面交锋 忍处理才会刺激龙宝宝 冷静去思考 所以龙宝宝今年的整个课题 是要改变一件事情 就是要改变自律 自律 想过以后再去说 思考过后以后再去做 才容易养成自律的习惯 这是龙宝宝今年的整个课题 所以龙宝宝今年的整个课题 所以龙宝宝今年的会变得更好 会变得更好 那要期待 有时候他们只要有进步的时候 我们就要鼓励他 好不好 好来 有人已经帮我写龙宝宝要忍处理 他才会去训练 你如果他正在热的时候 你还跟他炒一锅饭的时候 那其实是没有教到的 好 再来 属蛇的孩子 有没有 属蛇的孩子 有没有 2583位爸爸妈妈在现场 有没有属蛇的孩子 属蛇的孩子在今年 爸爸妈妈的整个教养重点就是 要教孩子 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只要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要回来跟爸爸妈妈说 好 属蛇的孩子在今年正在适应环境 难免会焦躁不安 若在今年应该是算大班小一的年龄 大班小一的年龄 所以属蛇的孩子呢 难免会焦躁不安 父母在这个转嫌 我们称为转嫌的这个年龄 特别要花时间去沟通跟陪伴 也就是说 他要有一个 就是爸爸妈妈跟他坐下来 好好讲话的时间 好 这个是属蛇的孩子 今年爸妈妈的整个课题 然后要注意一下 属蛇的孩子 他很需要 作业跟休息时间的分配 不要一直都只有一直在 在做业时间 或也不能休息过度 那个分配这件事情 要从今年开始养成习惯 然后要从今年开始进行学习 所以属蛇的孩子 今年就是在一个 比较变动的转嫌的一个状态 那鼓励他进步点 尤其是属蛇的孩子 比较容易没有自信心 属蛇的孩子 比较容易没有自信心 在这个变动的这种交界 孩子的自信心 孩子的心理 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呢 要多鼓励他 多建立他的自信 那属蛇孩子今年的整个课题 就是要改变 让他变得比较主动 然后只要主动的话 主动什么 主动去计划 不管计划时间 计划现在放假 应该要先做什么事 就算一天只做好一件事情 他是透过计划的 爸爸妈妈就要去鼓励蛇宝 就要去鼓励蛇宝 把他这个计划能力养起来 然后呢 主动去帮忙 去主动去帮忙做家事 或主动去干嘛的话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奖励他 所以鼓蛇的孩子 在这个变动的这一个交界的时候啊 爸妈应该鼓励大于批评 鼓励大于批评 好所以这是鼓蛇孩子 在今年哦 好再来 接下来 接下来 前面有没有讲中呢 有讲中的话 给我们一些表情符号 说很准 Angel 谢谢你 你说好准 鼓解 然后呢 嗯 那个 胡 胡姐跟龙弟 重重重 好OK哦 好来再来哦 好来 龙马精神 看一下你家鸡堡 等一下鸡堡要来了 好 等一下鸡堡要来 等一下狗宝宝 羊 跟猴都要来了 再来 属马的孩子 现场有没有属马孩子的爸爸妈妈 属马的孩子 今年要安太岁 我说有两个生肖嘛 根据习俗的话有两个生肖 第一个就是老鼠的孩子 好 那 刚才属老鼠是以退为进嘛 然后呢 现在是属马的孩子 是另外一个要安太岁的嘛 好来 那属马的孩子 今年的挑战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属马的孩子在今年活动量会开始变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 中班大班属马的孩子的爸爸妈妈请举手 好来 属马的孩子 好 今年的活动量开始变大 他需要有足够的活动量刺激 他才能静下心来 才能静下心来 不然你会觉得那个属马的孩子会很躁动 会很躁动 情绪很躁动 很不能静下心来 那 那 当一个孩子不能静下心来的时候 他对于环境的观察跟察言观色这件事情就会变弱 他就会变弱 结果呢 察言观色这个能力变弱的时候就会犯错 就会犯错 这是属马小孩在今年的整个大考验 所以 爸妈在今年要提醒马小孩 察言观色做事情要有耐心 就会受人更喜欢 那也要示范耐心给他看 然后呢 今年属马的孩子需要改变的就是习惯 改变什么习惯呢 这两个字我说的稍微比较重一点点 要改变孩子 白目的坏习惯 那这个白目不见得是马小孩自己故意的 只是习惯没有养成 只是习惯没有养成 那马小孩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雇自己 没有雇到 没有雇到这个团体 或雇到别人 所以这是爸妈妈需要教他的 所以我才会说 属马是今年另外一个安太岁的生肖 根据习俗是另外一个安太岁的生肖 那属马的孩子 今年的挑战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你要开始改变他的那个习惯 偏偏习惯是最难养成的 不过 属马的孩子因为已经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觉得 爸妈开始满足他的活动量 让他可以静下心来 可以好好的观察人家 然后呢 我觉得他的整个白目的坏习惯 也会在接下来的鼠年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在预告的时候 我说今年鼠年 在教养的这一个领域里面 教小孩里面 是一个大破大力的一年 大破大力的一年 就是你只要做对了 其实他们会成长很多 他们会成长很多 所以这是属马的孩子 属马的孩子 好 属马的小孩 我们有没有讲中呢 好再来 养宝宝 现场有没有养宝宝的爸爸妈妈 越晚越多人 2683位爸爸妈妈了 好 来 郑孟淳你刚才讲真的 你说真的很白目 是那个 Jeffrey 你说真的很白目 是 讲的是属马的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很多人说都在 都在考验妈妈的耐心 好 有人说龙宝要冷处理 好 对 要有耐心 去教那个比较白目的孩子 静下心来 看看旁边 王佩宜说好准 马真的好准 陈耳东你说真的好准 好 不要不要再 不要不要看 不要不要走过路过 然后就又又错过了 要赶快进来 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的是 羊 猴 鸡 寶寶 狗寶寶跟猪寶寶 接下来这一年的教养的挑战是什么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教 听完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 整年的大方向就有了 所以赶快进来 好 再来 属羊的孩子 羊宝宝的 爸爸妈妈 现场有没有羊宝宝的呢 属羊的孩子 今年会开始 你会开始遇到教育挑战 就是你会发现 越大越有想法 他随着语言开始爆炸了 很会说了以后 很会讲句子 很会 很会开始 开始编故事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哈 怎么 小班 中班的孩子 就已经这么会讲话了 有这么多自己的那样一个想法 也会开始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这就是羊宝宝在今年整个心智会开始大爆发 这我过去有讲过 心智突然有一个阶层 会突然成熟很多的年龄 就是四岁到五岁 就是四岁到五岁 所以羊宝宝刚好落在这一个心智大爆炸的这一个年龄 你开始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而且越大越有想法 这是心智成熟 是好事啊 不是坏事啊 哈 可是 可是那要怎么办呢 他很在乎别人的看法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 也随之而来 就是情绪也会开始变得很多 在这年纪的时候 父母要帮助孩子发展他的社交 想不到吧 既然是社交耶 人际社交 交朋友 为什么 因为 让他有更 让羊宝宝 让羊宝宝在今年有更多交朋友的机会 他就可以从相处里面 去刺激他更多的同理心发展 所以他已经在这个心智成熟的爆炸时期的时候 你让他多去交朋友 让他多在团体里面看到其他人 反而让他心智再更成熟 让他可以看到别人怎么做 在内化变成自己的那个行为 所以想不到吧 羊宝宝今年的整个课题 父母要帮助孩子发展社交跟人际 带着他去观察别人 这是他今年的整个大重点 那所以羊宝宝整个在今年 鼠年呢 这一年呢 需要改变的是组件 为什么 因为他组件很强 组件很强 坚持度很高 所以呢 当他进到社交团体里面去的时候 多交朋友以后 他才会放下自己的组件去观察别人 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啊 可以有想法 但是开始在意别人的看法 爸妈要观察到这一个重点 要观察到这一个重点 好 这是羊宝宝哦 好 2746位爸爸妈妈了 好再来 接下来是猴宝宝 来 有没有属猴孩子的家长在现场 好 有没有属猴孩子的家长在现场 好来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中我认为的千王 好 还没有中我认为的千王 就在属 就在猴 鸡 狗 猪 这四个生肖里面 我认为的千王 是属猴的吗 你觉得属猴难教吗 你觉得属猴难教吗 好 好 来 属猴孩子 在今年 爸爸妈妈在教养的时候 今年要培养他耐心 属猴的孩子 不要容易急 容易情绪失控 容易情绪失控 而且 不容易听进去大人的话 因为属猴的孩子很聪明 很灵活 所以呢 他不容易听进去大人的话 那 跟属猴的孩子讲话的时候 在今年 叫我们的整个 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重点 我过去也一直在不断的强调 要提醒他 看人 两个字 看人 因为属猴的孩子 因为太急了 会一直顾着 讲自己想要讲的话 所以 爸妈 要提醒他 看人 看人 他才不会去误会别人 才不会去误会别人 因为属猴的孩子 在今年三四岁 还没有进到很成熟的心智发展 所以呢 家长需要稍微提醒他 然后也多鼓励他表达 他已经很会说了哦 已经很灵活了哦 但是为什么要鼓励他表达呢 鼓励他表达 你请他说的东西 这是对猴宝宝的整个教养 所以猴宝宝今年整个课题啊 要改变的是两个字 耐心 耐心 然后呢 譬如说 家里面有猴宝宝的家长呢 要开始练习 让他静下心来做一些活动 譬如说 画画啦 念故事书啦 拼拼图啦 等等啦 从这些活动里面去练习耐心 那如果 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 十几分钟 我们没有要求很长哦 猴宝宝如果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 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那我们就奖励他 我们就奖励他 那训练初步 初阶的耐心 好 所以这个是猴宝宝 我觉得猴宝宝也 也还好 不是我认为今天的整个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重 比较就是比较难教的那 那这这一个 还还可以啦 还可以 再来是鸡宝宝 好 来 现场有没有鸡宝宝 白小竹妈妈 鸡宝宝 开始大皮特皮 好 千王是鸡加一 好 黄柔真 鸡是千王 好 来 然后张 然后妈妈有take他 有take爸爸 张伟康 你的鸡女儿 来了 好 千王是狗吗 孙如意 好 Vicky你说猴加一很准 好 来 再来 猴宝很聪明 听不太进去大人说话 David Hello 谢谢你 好 来 再来 鸡宝宝 好 来 我说的千王就是属鸡的 好 就是属鸡的 好 来 鸡宝宝没有错 好 鸡宝宝再去去今年的整个教码上面的重点 那千王不是说不好 千王是你要更费心而已 千王是你要你要听得更更更清楚你要怎么样跟他互动 来 属鸡的孩子 属鸡的孩子 鸡宝宝 在今年遇到一个东西叫做语言大爆发 所谓的语言大爆发 就两三岁的时候开始 要开始出来了 但是问题是呢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现象就是 他们 现在孩子很聪明 懂的东西很多 可是他语言大爆炸 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跟上他的心智上面的发展 所以 鸡宝宝呢 会很急 很 很暴躁 很易怒 然后很 很容易生气 好 然后 哭闹的行为也会很多 你说我讲的有没有对 好 有人说 oh no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有方法可以教嘛 那 在今年语言大爆发 大人要跟他的课题 大人的教养课题是什么 大人要跟他一问一答 问他 问他 然后呢 带着他眼神看着你 然后回答你的问题 简单的回答 好 简单的回答 那 大人跟他多 跟他问语答 你就把他拉到现实里面 好 因为他们很 他们很很很急躁啊 好 把他拉到现实里面 然后呢 孩子的认知就会更好 虽然鸡宝宝会持续去年的还币吧 但是我认为 凡事只要多预告他 譬如说 诶今天外面空污很严重 然后呢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预告他说 明天因为空污很严重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先出去哦 只要给孩子足够的时间 鸡宝宝还是会想通 但是你能不能做好这个预告 这两个字很重要 预告很重要 好 凡事先预告 就能降低鸡宝宝的无理取闹 好 再来 所以鸡宝宝今年整个课题 是要改变坏脾气 引导孩子更会表达 好 改变他的坏脾气 引导孩子更会表达 好 所以属鸡的 有没有中咧 甘小文妈妈你说超准很欢 准 Summer你说很准 好 赖伟欣妈妈你说超爱生气很欢 好 李欣宝妈妈说超准脾气差 好 有没有头号粉丝说欢 必把 好 好来 再来 属狗的狗宝宝 狗宝宝 好 来狗宝宝我们稍微讲一下哦 今年属狗的孩子 有一个行为特质 特别会尖叫 好 特别会尖叫 而且特别会哭闹 倒地的行为呢 会比较多 好 那 所以 其实我觉得第二名应该是 我认为是属狗的 属狗的 已经 已经开始进化了 就像宝可梦一样 他是会进化的 好 那 在今年呢 教养狗宝宝 父母的课题是这样 父母要多用手势跟简单的语言引导 然后冷静的回应 当狗宝宝越耍赖 倒地 哭闹 尖叫的时候呢 你的声音就要越小 做出那个反差 狗宝宝会来观察你 你不要觉得一两岁的孩子 不会观察你哦 他们真的很会模仿 很会观察 所以狗宝宝你要做的就是 跟他相反的 他越急躁 你就越安静 他越哭闹 你就越淡定 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刺激他 更多的语言律动 然后呢 要多拥抱 多拥抱 正向的情绪就会变多 所以狗宝宝今年的整个课题呢 就是要改变的就是 爱哭的行为 爱哭的行为 然后需求变多 是变得是 这是正常的 然后呢 大人更要冷静的去观察 这是狗宝宝 好 再来 最后一个哦 属猪的猪宝宝 好 遗睡小天使 好 来 猪宝宝 属猪的孩子 今年有一些东西 我需要稍微提醒一下 今年吃饭睡觉 会开始变得比较规律了 比较规律 而且喜欢跟人家互动 喜欢被报 那 但是 大人在教养过程中 不要在猪宝宝面前 显出那种 不耐烦的那种表情 猪宝宝他们很精 而且猪宝宝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不理他 这就是他的特质啦 而且会开始喜欢玩跟探索 所以父母的陪玩不能少 那你说 那我陪的很累 我也抱的很累啊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轮流 轮流陪他 你们要轮流休息 轮流陪他 你们要轮流休息 不要一次两个能力投入了以后 然后最后 他的精力还没有消耗完了以后 你们两个都已经累倒了 所以轮流陪他 轮流休息 所以猪宝宝今年要改变的 我认为的重点是饮食 饮食要开始多样化 饮食要开始多样化 一开始不吃 会吐出来是正常的 猪宝宝其实蛮精的 你不要骗他 那你就淡定就好 不吃那是正常的 然后慢慢的让他试到成功 那这样子的话 他长大了之后 挑食的行为就会比较少 所以呢 现在吐啊 或者是在尝食物 我觉得都OK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你要稍微淡定一点点 然后所以今年的整个课题 就是要开始改变饮食的内容 开始让他更多样化 让他更多样化 对他来讲是比较好的哦 不要只有喝奶奶哦 不要只有喝奶奶 我已经提醒过很多次哦 好 来 12生肖的小孩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如果你今天还想要再再重新看我每一个生肖的那个重点的话 今天真的是一次讲完12个生肖真的是能量都快用完了 所以呢 又怕有漏掉 所以呢 等一下 我现在一样会送大家一个庚子年2020年12生肖小孩属年教养农民历 我等一下会放到我的line里面 天才领袖 我的line就是天才领袖 我的youtube就是王温泽教养育儿宝典 你可以到我的line那边呢 line的社团里面 天才领袖的社团里面呢 去拿这一份 12生肖的整个教养重点 我觉得蛮实用的 不知道已经领的爸爸妈妈觉得实不实用呢 好 那我们也会等一下也会送一个 送一个文章 把今天讲的所有的教养重点啊 也会放到那一篇文章里面 放我们的line的社团里面 天才领袖 一定要赶快去索取哦 全部都免费 但是你要先加入 那youtube上面呢 王温泽教养育儿宝典 你一定要赶快去按订阅 然后打开小铃铛 只要我有上传新的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立刻马上收到通知 你觉得今天的这个 12生肖小孩的这个教养的 整个大重点呢 有没有很实用呢 如果很实用的话 要记得继续鼓励我们 然后去我们的youtube按订阅哦 好 我们下个礼拜见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